来关心台南新华区 昨天下午发生了山林火警 景霄抵达灌旧 而就在反对时有一台消防车 疑似倒车不慎滑落边坡 造成卫姓消防队员的胸口撞上了方向盘 而据了解 光是在礼拜六一整天 台南市就发生了十多起山林火警 也让景霄疲于本命 浓浓黑烟直穿天际 从高空俯瞰只见多处冒出浓烟 费了一番功夫景霄这才控制火势 但却传出队员在返程中发生意外 消防车深陷草丛堆里 轮胎卡在泥土中动弹不得 原来烧倒前车辆滑落边坡 眼看有人受伤 景霄也赶紧将打火弟兄台上担架送医 示范在台南新华区 18号下午一点多 台塘苗埔附近山区发生火警 景霄前往打火 直到晚上九点多才将火势控制下来 只不过回程时一辆消防车 以似天色昏暗路况不佳 就在倒车时不小心滑落边坡 也导致一名卫姓消防员胸口撞上方向盘 送医急救 现场的光线不足 所以就滑落边坡 造成同人撞击 胸口的部分撞击到方向盘 同人其实目前意识清楚 他嘴角有五公分的撕裂伤 然后胸口胸痛 据了解台南市光是18号一整天就发生十多起山林火警 警消疲于奔命 就盼民众小心用火 不要乱丢烟地或是露天燃烧 避免助容频频 借由红富奇台南报道